大家好,欢迎来到德传媒,我是Gary 今天咱们继续讲发生在中国的故事 这个题目实在是太难取了 稍有不慎就被黄标 那实在不知道有什么可以说的 我个人只是把真实世界发生的这些故事告诉给大家 那就被YouTube定义为争议 然后再贴上个黄标 审核过程大概花两三个小时 多则两三天 给个黄标也就算了 大不了就没收入 可是昨天的视频 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一看 发现变成十八劲了 既没暴力也没裸露 就把中国真实的故事给整理一下 分享给大家 怎么就成十八劲了呢 直接把我给逗乐了 这个世界被一群极左控制着 已经脆弱到没有勇气面对真实的世界了 最好每天都娱乐搞笑正能量 然后岁月静好 就像生活在强国的新闻联播里一样 有些人的理论 就是要死大家一起死 想那么多干什么呢 最让人绝望的是 这种话是从本地一家大型医院的高管口中说出来的 能做到大型医院的高管 那学历应该是不低呀 竟然会说出这么拉低智商的话 我个人不清楚 现在学校都在教学生学什么 但是从结果来看 学校教育出来的都是工具 那一些接受高等教育的高学历人士 什么都不缺 就是缺少良心和人性 那当我们面对乱象提出疑问 为什么世界会变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那么多人变得麻木冷漠 为什么那么多人放弃思考 这都是我们看到的结果 那问题的根源呢 是出在学校的教育 孩子们在学校里面呢 首先学到的是知识 那学的呢 是怎么做好一个项目 而不是首先做好一个人 学校教育 首先应该是教育孩子 怎么成为一个有道德 善良 勇敢乐于助人的人 而不是一个学习工具 那第一个故事啊 就发生在两位博士之间 2021年11月8日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院长刘天桔和护理部主任 庞灵双双允命 一个院长 一个护理部主任 都是高学历 高收入 只是啊 他们做的事情啊 不太光彩 两个人呢 都是1974年出生 都是博士学位 都在这个医院呢 工作了超过20年 20年来呀 两个人的关系还算不错 那刘院长呢 这个有妻 庞主任呢 有丈夫 可以说啊 两个人是既有学历 又有工作经验的专家 那说到专家呢 这里还需要多说一句 很多人呢 就迷信这个专家 专家说的话啊 就是金口预言呢 甚至跟开了光一样 不容置疑 根本就不去思考 这些所谓的专家的人品 以及社会背景 实际上啊 我当年就是因为 相信了专家 在了大跟斗 那在2018年的时候啊 中共的总理 温家宝说过一句话 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就这一句话啊 让我赔的是倾家荡产的 从那以后呢 我就再也不相信 所谓的专家和权威了 这是多么痛的领悟啊 不迷信专家了 那我们如何获取准确 而又相对可靠的信息呢 这个后面咱们再详细说明 首先呢 先得把这个故事 给大家好好讲一讲 话说2020年武汉爆发疫情 院长和主任 受医院党委指派 前往武汉支援抗议 在紧张忙碌的抗议战斗中 二人激情燃烧 迸发出婚外情的火花 于是啊 这个不顾疫情正农啊 两人是干柴烈火一起燃烧了 那院长刘天吉 就买了一瓶武汉的名酒 叫黄鹤楼 二人是床头痛饮啊 誓言抗议结束回家之后 各自离婚组成新家 这黄鹤楼喝了一半 留了一半 当时呢 政治你农我农啊 于是二人相约 另外半瓶酒 等两个人结婚的时候 作为喜酒共饮 武汉一星结束后 两个人共同返回吉林 痴情的庞陵迅速与丈夫离婚 而刘天吉啊 却迟迟不动 不仅如此 这位刘院长呢 还与庞陵主任的闺蜜 搞在了一起 现在大家应该明白 我前面的铺垫了吧 那这位刘博士 刘院长 什么都不缺啊 就是缺德呀 庞陵在得知此事之后 是勃然大怒啊 找到刘院长理论 最后啊 双方达成口头协议 刘院长赔偿 庞主任分手费 200万元人民币 这价格也够贵的 可是啊 大半年过去了 刘天吉的分手费 迟迟没付 他与庞陵闺蜜的恋情 却迅速升温 这让庞陵是忍无可忍 终于下定决心 与刘共赴黄泉 10月8日夜晚 庞陵带着一把手术刀 和那半瓶喝盛的黄鹤楼定请酒 来到正在值班的刘院长的办公室 向刘院长提出了 让他欣喜若狂的要求 可以免除200万元的分手费 然后彻底了结两人的关系 但是呢 要最后再发生一次关系 这刘院长一听 这高兴坏了 这便宜上哪找去啊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这位刘院长啊 也是有学历没智商 哪有天上雕馅饼的好事啊 他忘记之前做的缺德事了吗 之后的事情啊 这里又省略了 就在刘院长再次激情燃烧的时候 这个庞陵提出 两个人再喝一杯黄鹤楼 以作为彼此爱情 为了忘却的怀念 刘天吉这个时候 二话没说 豪迈地接过酒瓶 一饮而尽 可是激情过后 这个刘院长啊 渐渐失去了意识 这个时候呢 这个庞陵就取出了 藏在风衣里的手术刀 运用博士所学的解剖学技术 将刘院长的头 整个给割了下来 用一根绳子 与黄鹤楼酒瓶捆在一起 然后扔出了窗外 随后啊 这庞陵整理了一下 自己的衣服和头发 爬上窗户 跳入茫茫的黑夜之中 一切落幕 院长刘天吉是吉林大学 中日联谊医院院长 主任医师 教授 博士生导师 2020年10月23日 被中央文明办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评为 中国好医生 中国好护士 抗疫特别人物 那故事讲完了 这个故事 会不会给迷信专家的朋友们 上一课呢 在当今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的一面之词 公开出来说话的专家 很多时候啊 是出于某种目的 当然了 多数时间是没问题的 否则呀 就没有公信力了 但是最可怕的是啊 当这些专家或者权威人士 他们的公信力建立起来以后 利用公众对他们的信任 为他们背后的势力站台 说一些违背道德良心的话 有些啊 甚至鼓吹违背常识的观点 如果谁跟他的观点不同 就给你扣个大帽子 说你违背科学 大家知道我说的是哪位专家了吧 就是开始说不需要戴口罩 后来说戴一个两个三个那位 目前最让人痛心的是 很多人拒绝独立思考 大家都打了 那你为什么不打呢 要死大家一起死呗 这都是过去学校教育 展现出来的结果 那么我们要如何 获取正确的资讯呢 不是说完全忽视这些专家的理论 我们做事情啊 不能走极端 把主流资讯做一个参考 然后多方了解不同的观点 比如看一看 我们这个自媒体是怎么说的 当然了 同样要需要多看几个 对比是了解真相的 一个很好的方式 买东西还货比三家呀 对吧 那接下来呢 还是发生在中国的故事 那最近几天呢 网友们都在找余威 就是汉语拼音的Y-U-W-E-I 这是为什么呢 那11月6日 一位姓孙的女子啊 与同事在南昌东湖区 后墙路聚餐 姓孙的这位女子呢 在习间喝了半瓶红酒 在聚餐结束后 孙姓女子又与同事 到旁边的KTV唱歌 那在中共国呀 这叫一条龙 唱完歌呢 在吃烧烤 东北呀就撸串 如果时间早呢 再去洗浴中心 再泡个澡 基本上啊 就是这个套路 那这位孙姓的女子 在唱完歌以后呢 开着自己的豪车 马上拉蒂 从酒店出来 在开到胜利路和 民德路交叉口的时候 好巧不巧 遇到了交警查酒驾 更倒霉的是呢 还遇到了现场直播 那交警拿出酒精测试仪 对孙姓女子进行酒精测试 她拒绝配合 并且多次对交警说 叫余伟过来 正在直播的警察还提醒说 你想让她到纪委喝咖啡 就叫她过来吧 那整个测试酒驾的过程呢 折腾了17分钟 吹了66次 期间呢 这位女子多次嚷着 让余伟过来 那交警还像不像样的说啊 叫谁过来都没用 当然了 直播的时候得说人话呀 直播视频曝光以后 余伟就火了 大家都在找余伟是谁 有人在网络上翻出了 女子工作银行的职务 以及她与领导参加活动的照片 看看哪位是那个两个字的名字 叫余伟的 可是20分钟后 照片就被删除了 随后啊 网友很快通过公事信息查到 与拼一相同的公职员的名字是 江西南昌东湖区政府副区长 区公安分局长余伟 现任南昌青山湖区党组成员 副区长提名人选 二级高级警长 10月8日晚南昌公安局回应 孙姓女子所说的余伟 与此人不相关 11月9日 南昌市公安局再次发布通报声称 对本系统所有姓名协音为余伟的警员 进行调查核实 全市公安系统共有6名警员的姓名 协音为余伟 他们都与孙姓女子不认识 而且是无任何关联 在处理孙姓女子整件事情的过程中 没有任何人过问插手干预 经过法院的审理认为 孙姓女子在公共大陆上 醉酒驾驶机动车 雪中酒精含量超标 其行为已经构成危险驾驶罪 但是孙姓女子有坦白情节 认罪认罚 依法可从轻处罚 由于孙姓女子逃避公安机关依法检查 并试图阻碍公安机关执法 酌情从众处罚 以危险驾驶罪拘役两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官方通报还指出 孙姓女子到案后供述 实际上她不认识名叫余伟的人 但知道东湖区公安分局局长叫余伟 当时孙姓女子不知道 余伟已经调任青山湖区公安分局局长了 她现场说出的余伟 她现场说出叫余伟过来 是因为当时喝多了酒 害怕车辆被扣 希望在现场能够规避或者减轻处罚 在中共国生活的常识告诉我们 一般人呢 见到这么年轻的女子独自开着马上拉地 不知道哪位吃了雄心豹子胆 敢随便扣她的车 万一她背后是哪位脑满肠肥的东西 那一生气一拍桌子 有人饭完可就不饱了 整个故事经过呢 就是这样的 看过现场视频的都知道 当时女子的思路和土字非常清晰 叫余伟过来 再看她当时在视频中嚣张的样子 很明显呢 这不是第一次 过程中呢 还不止一次叫嚷着叫余伟过来 还有后来呢 删除照片的动作 稍有判断力的人呢 都清楚 这个背后是全力在运作 最后的审判呢 也是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那不管公众信不信 反正他们自己信了 这就是强国的特色 那个叫余伟的神秘人物 有没有背后运作呀 天知道 那要不是现场直播的话 那位叫余伟的 一定会轻松的摆平 讲什么法律呢 打个电话就解决了 在中共国 谁有权 谁又是法律 整个中共国呢 就是关关相互的利益链条 好 感谢您的点赞 订阅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